所以大数据分析里面的话 当然资料量一定是大 所以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第二个的话 它的资料的形态非常的多元 所以如果你假设 用那个简单的功能 要处理复杂的事情 相对会是遇到很多的状况 所以很多同学常问到说 老师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解决 可不可以这样解决 其实很多时候我想到最好的方式 其实还是来用程式来解决 相对是最理想的 不过用程式来解决最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学习相对还是比较不容易一些些 可是这个毕竟常痛不如 就是说你如果要解决 彻底的解决问题 毕竟还是需要付出一些些学习的可能代价 这个可能还是不可免的 目前我想到的 因为我在教这个 eSale VBA教已经超过十几年了 OK 那认识eSale其实也超过30年了 所以其实理论上 对于eSale上面 功能上面的熟悉程度 我想应该也算是蛮清楚的 至于说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 其实可能还是非得要用一些程式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如果你要入门 第一步还是先学会如何入制聚集 因为算是最简单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程式 下一步的话可能慢慢要多去累积 录制的经验 然后再多累积一些修改的经验 你会发现把它融入到你的工作上面 你会发现重复性的事情 慢慢就很快可以解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入制聚集 那一样我们彩排 1,游标放在这里 2,上面点一下打勾 3,快点两下 有没有,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一样做清楚 所以我直接录啦 录制聚集 然后我们聚集名称也许叫什么 也叫刮五次串 所以叫刮 把它改 别叫刮五次串聚集 按确定 1,游标放在B2 上面打勾 点一下打勾 3的话快点两下 停止录制 4,OK,好,录完了 第二个的话是清除 所以这边改成要清除 然后一样按确定 游标放在B2 然后Ctrl-Shift向下 然后按Delete OK,然后停止录制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了 一样啦,我们先执行看看 有出来了 然后再来执行这一个 清除 OK,也有了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插入 然后按钮 OK 拖拉一下 然后先把它选择刮五次串聚集 然后把这个几个字复制按确定 并且把那几个字贴到这个按钮上面 这样就一个了 那另外一个 一样再插入按钮 然后一样就是在这边拖拉一个按钮 OK 然后名称叫清除聚集 然后把名称改一下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两个按钮了 然后按下它 这个就完成 按下它 这个又完成了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了 OK,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先完成我们要的公式 再把这些动作录制下来 OK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 因为里面有录制聚集 有程式哦 所以将来你如果你在存档的时候 这一题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如果你按下存档 它会跳出这个讯息 请特别注意不要选错 因为如果你选错的话 那可能就会是悲剧了 为什么呢 它会问你说 下列功能无法储存在无聚集的活跃部 什么叫无聚集活跃部 其实指的就是说呢 你的副档名是叫做XLSSX 这个就是没有聚集的活跃部 意思就是说啦 里面不能放程式 所以那我们要存的 档案格式记得哦 你要按否 记得按否 然后呢 选的时候记得呢 把它改成什么呢 记得你不要选错啦 预设的话呢 是这一个 Excel的活跃部 那哪一个才是有可以存程式的 记得哦 你要选哪一个 应该猜可以猜得出吧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记得选这一个 副档名呢 XLS 后面加一个M M的话应该就是Marco Marco就是聚集的意思 OK 因为你如果存错档 因为之前有同学存错档 就悲剧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写的任何的 录制的任何的聚集 或者写的VBA的程式 将会永远消失 而且没有办法恢复哦 所以之前有同学写了半天 发现存错档 糟糕 存档了之后就救不回来 所以记得哦 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然后直接存档 OK 这样的话呢 存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最大的差别应该在哪里 你会发现 存档之后 它的副档名有变更 另外的话 如果你检视 里面把它改成大图示好了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 图示的右下角 会有个惊叹号 那表示说呢 它里面有放程式 大概是这样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呢 如果我把它关闭之后 假设我关起来 下次开起来哦 它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会跳出警告 安全性警告 那记得啦 如果你要按按钮 假如说你没有按下启用内容的话 你按下按钮 它是没有任何作用 比如说像有同学这样 你直接按 它会跳这个 无法执行 因为被停用了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执行 记得哦 启用之后哦 有没有 然后再按一下按钮 这个时候就会work了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 那么麻烦 主要原因 大概因为跟以前曾经发生过那个聚集病毒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程式基本上写出来 当然它有危险性的 比如说它可能 像最早的聚集病毒是怎么样 它就不断开视窗 一直跟你开档案 开到你最后呢 程式当掉为止 而且你变成你要关 你要一直关 你要跟它比赛 当然呢 电脑在跑速度绝对比人还快 所以最后你还是输它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理论上你在存档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注意 存档的话 你就可以另存新档好了 然后记得启用聚集活跃部 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也许呢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练习题 我们还剩下大概22分钟 所以请各位 再帮我开启这个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点位资讯 这一道题 那这一道题的话 就是延伸练习题 主要是希望知道 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来自于就是 政府的开放资料 也就是这个资料的话 你网络上都查得到 你Google打开放资料 然后呢 它在开放资料里面呢 输入窃盗 就会有窃盗的相关资料出现 那如果说啦 以这个资料来看 如果我想要知道几件事情 比如说呢 这个资料总共 当然它总共编号 Ctrl 向下 总共有3321笔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呢 我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到底历年来发生的窃盗案件 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那我希望看到一个折线图 因为跟时间有关系 它大部分都画折线图 那要怎么利用这个地方画个折线图 OK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在台北市的住宅窃盗案件里面 到底台北市哪一区 发生的窃盗案件最多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麻烦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我想知道台北市的那个窃盗案件发生的那个 在哪一条路上面 或者是哪一条街 有没有这边有万宁街 厦门街嘛 它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 可能是什么 市民大道 所以有可能是道 路街道 可能在哪一个路街道上面 那我要怎么知道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统计分析之前 反正你就是先把什么 把你要做枢纽分析的那个栏位先变出来 那你变出来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后续的答案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 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个151先完成 记得哦 存档的话不要存错 那再来的话开启那个 就是那个住宅窃盗点 因为想想看 刚刚的三个问题 历年窃盗案件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哪一区的窃盗案件最多 哪一条路街 哪一条路 或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道 的住宅窃盗案件最多 不过可能 全台北市的那个路街道 太多了 恐怕上千条 所以呢 干脆帮我把前10名的排出来就好了 那要怎么做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那一个题目完成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OK 试试看哦 试试看哦 我先试看哦 我先试看哦